好,今天又來到我們的頭柱界面了 繼續跟大家來講 接下來10月23日,星期日,沙田賽馬日的賽事 今次我們這個系列叫做獨贏及位置過關 三穿七的,跟大家買過關,買回三關了 至於今次我們買到的第一關 就會買這一場的第二場 這場第二場是我們的四班草地B加爾蘭,1600米的賽事 在今場馬上,都有很多隻馬最近跑得不錯 分別就是這隻一號的金將非凡 以及另外一隻由潘頓騎的10號,一號中環 這兩匹馬最近都跑過第一,第二回來 這隻金將非凡,上場的第一還相當之厲害 你看看,其實他在10月1日跑過一場沙田千六米的四班賽事 就是贏過接下來的同場的一鋪中環 慶高彩裂,符號和龍船快 接下來的同場的四匹馬,他上場都是說砌贏過的 所以這隻金將非凡,實力是有差不多的 那隻一鋪中環也是 他在10月1日剛剛才說的那一場馬 他都是最近跑過第二回來的 這兩匹馬都是說不差的 那金將非凡這隻馬還要是說 繼續用10磅仔上去 減10磅來跑,也是說非常好 另外一隻一鋪中環也是 一鋪中環這隻馬這次又是強配潘頓的 配潘頓上去都是說保重格的 因為上場這隻馬,其實跑的第二 是說用馬亞來騎的 即是說今場是說馬亞換潘頓來騎 換得潘頓,強配就可以了 所以我相信他都是說求保重的 所以這兩匹這樣的馬 其實看起來好像都是說要買回來的 因為他們最近成績真的好 你對比起同場的其他馬 很多匹馬最近都是說沒有什麼賽職的 所以這些馬,正路來說其實都是說要清先的 但是再仔細看這場馬之後 發現到其實這場馬有些冷馬 不是說搏不過的 所以我寧願說選擇這場馬 其他冷馬好過了 因為你看這兩匹這樣的馬 一號和十號 一隻配中逆禮,一隻配潘頓 這場馬九成熱的了 上次還要跑得這麼好 所以這次太熱的話 我寧願就不買了 反而就說搏爛好過了 至於這次我們搏到的冷馬是哪一隻呢 這次就想搏回 由王俊騎的這隻三號玩具達人 來試一試 那為什麼這隻玩具達人 配著王俊 還要是排著十一檔 劣檔我們都選他 我們先來看看他的賽職 這隻馬在今季9月25日的時候 就跑過一場沙田黎地1650米的四番賽事 當時就跑過第四 我覺得他跑過第四回來 他很明顯今季就說有狀態 雖然就說跑黎地 但事實上他當時對著的對手真的不差 這個第四真的不弱 大家看看他當時純粹是說 輸給木火兄弟、皮具之聲大道致正這些馬 其實我覺得這些馬 都是一些不差的實力馬匹 好像皮具之聲一樣 皮具之聲在今場馬 雖然就說跑過第二 但之後他再出 其實都已經說保重贏得到 另外木火兄弟、大道致正這些馬 都是再出能夠跑近 跑頭三名 所以我覺得他上場對著的這一組馬 都是一些實力馬 他輸給一些實力馬 跑第四回來 我覺得他也不算太弱 而接下來的這一場馬 他去轉戰 不再說跑黎地了 走回去跑沙田的四番草地 1600米 我覺得他就說更大機會了 因為這隻馬 其實他跑草地 是會比較好一點的 你看看之前他21到22年這個馬貴 他贏馬的那兩場都是跑草地的賽事 有一場馬 還要是說跑沙田草地 1600米的四班賽事 儘管他排著的劣當 13檔都好 他一樣能夠贏得到的 這次就正正就是跑沙田四班草地 1600米的賽事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也是說挺適合跑的 雖然這次就說配黃俊 和搭個111檔劣當給他 但是大家要留意這隻馬的跑法 這隻馬的跑法 其實都是一些比較主動小小的跑法 其實這隻馬是有前速的馬 他能夠跟著前面來走 所以這次配黃俊 其實這些前領馬我也是說合適的 而且黃俊有得減磅 減多5磅的話 其實我覺得這次他騎也是說好處的 134磅減多5磅 129磅不需要背到這麼重磅 反而就是更加好處 還有之前他排著的13檔 都能夠贏得到馬 即是說這隻馬 其實都能夠克服到那些劣檔 這次排11檔應該都是說沒有怕的 而且今場要搶的馬 都不算是說太多 所以這隻玩具達人要搶出來 我相信都不是說一件難事 我亦都相信黃俊是說能夠應付得到的 所以這次黃俊騎配著11檔都好 我覺得都不是說這麼怕的 而且再加上 這次這隻玩具達人 他都是說故意操足才出來跑的 大家留意這隻玩具達人最近 其實練馬師姚本輝 是說特意安排了他想重發 操一操才說下回香港的 是操一操才下回香港的 你看看他上次出賽 上次出賽這隻馬都沒有特意安排 上去重發做操練的 這次是說特別 安排了這隻馬 想一想重發做操練先 才說再下回香港跑 配黃俊 所以我覺得他隨時 這次是說想配黃俊來偷雞 懶食都不奇怪 而且其實在上季7月16號 練馬師也有安排了黃俊騎這隻馬 騎了一場 黃俊也是說熱過了身 這次再騎上去 真的隨時贏馬都不奇怪 還要這隻馬 也是說打完黃牌 這場馬只有兩隻馬 一隻是三號 另一隻就是十四號 從所願 所以我覺得這隻 懶馬三號 玩具達人可以留意 看看會不會就是 用黃俊來偷雞 所以我們第一隻會選到的馬匹 選這隻三號的玩具達人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我們過關的第一關之後 就來講回我們的第二關 我們第二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第四場 這場第四場 就是我們的四班 草地B加爾蘭1200米的賽事 來的 在這場馬上 就想選到這隻五號的月球 這隻月球 其實它最近賽職不算太好的 你看得到這隻馬 最近跑到第八回來的 跑馬地都跑到第八 不算太好 但為什麼都會買它呢 原因是因為我覺得這隻月球 其實上場的賽職根本上 就不是說能夠做得準 你看看 粉紅衣粉紅帽的這隻三號馬匹 就是月球 大家一起看看上場騎士 怎樣發揮它 怎樣跑 頭段時間這隻馬 貼著欄 都省了 好像沒什麼問題 沒有跑錯到的 其實我覺得都沒問題 真的頭段 但是去到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這隻馬 其實就是遇到一些障礙 遇到一些阻滯的 你看看 月球在這裏 粉紅帽的 其實它預備望空 來到它衝一段的時間 它是說突然之間 被隔離那隻馬 一下子撞過去的 隔離這隻馬 抽住的這隻二號 是一下斜跑 撞過去這隻月球 搞到這隻月球 都差不多實去平衡 這隻二號 一下撞過去 它撞到月球 搞到這隻月球 不能夠 真的在自己本來的跑線 正正常常地跑 被人撞到失去平衡 搞到騎士 最後都要收慢 你看看 都沒有騎過的 最後收慢 這樣凸起屁股 回來 就跑輸了 跑第八名回來 所以我覺得這隻月球 上場那場的賽職 基本上不能夠禁了一陣 上場的第八 基本上可以說 抹了它 我覺得就是 不要太注重 它上場的第八 千萬不要以為 這隻馬上場跑的第八 就以為它真的 一定不行 因為 你再看回 這隻馬之前的成績 你撇除了它上場的第八 你看回它之前的成績 其實這隻馬之前在上季 不斷跑那些 沙田草的1200米 四班賽事 都是說能夠跑近的 跑沙田1200米的賽事 簡直是說 3V 1200米的四班 沙田賽事 都是說 2V 基本上這隻馬 跑沙田草的1200米 就是一隻很穩定的馬來的 接下來這一場 又再去跑沙田草的四班 1200米的賽事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 其實都是說要買回來的 因為始終這隻馬 月球 本來都是 蘇寶羅馬房的一隻實力馬來的 蘇寶羅它的馬房 都很少馬 能夠在一季 拿到這麼多Vin 拿到這麼多次跑近的機會 所以這隻月球 其實我覺得 它一直以來都是說 養得不錯的 是一隻養得不錯的馬匹來的 那今季雖然轉了馬房 去了黎超聲的馬房 但是黎超聲一直以來都是說 欠爺馬的 難得 它有一隻 不差的馬匹 有成績的馬匹 那我相信它這次 都是說會搏到盡 那就是說 想在沙田草地 即是說這隻馬最佳的路程上面 來到爺馬的 那因為大家看看 其實黎超聲都幫這隻馬 做足了操練才出來跑的 在頭暑期間 這隻馬都是說 一直有做操練的 甚至說 最近都是說 試了量貨集才出來跑的 而它最近的試雜 都是說試得不錯的 那這隻月球 就是說跑過第二回來的 這個第二都很輕鬆的了 所以我覺得這隻月球 其實接下來的這場馬 都是說可以留意 那佩芬蔡明少上去 它的夜馬拍檔 打完黃牌 那我覺得都是對買的 所以我們會選到的馬匹 選這隻五號的月球 來試一試 好了 講完我們條過關的頭兩關之後 就來到 講回我們的第三關 我們的第三關 就會買到這場的特陸場 這場第六場 就是我們的三班 草地B加伊蘭千六米的賽事 在這場馬上 就想買到這隻四號的隱形翅膀 那為什麼這次要選這隻馬呢 原因很簡單 就是因為這隻馬 最近成績叫做不錯 你看看這隻馬 最近在9月25號 跑過那場 沙田草地B加伊蘭千六米的三班賽事 儘管跑到十檔也好 它也是能夠跑到第三分 成績不錯 那大家看看這隻隱形翅膀 到底上場是怎樣跑 其實這隻隱形翅膀 上場是說出現 有少少失車的情況 才導致它衝不及 跑到第三分 隱形翅膀 就是上場十檔 這隻 粉紅衣服 粉紅衣服 那三號馬筆 就是這隻隱形翅膀 你看到 頭段時間 這隻隱形翅膀 都是說被人頂的 頂在三碟的位置 都是說蝕著來跑的 沿途也是說 走著二三碟來跑 去到轉彎入直路 這隻馬都是說 拼出去的 但是 在它拼出去的期間 其實它是說出現瘦了的情況 你會看到 這隻馬 現在 都是說不能夠看空的 是吧 被前面幾隻馬 擋住了它的跑線 去到什麼時候才說 能夠看空呢 就是要蘇少輝不斷打右手邊 移出去 去到現在這一刻 這隻馬才說 真正能夠看空 但是到它真正能夠看空的時候 其實都只不過是說 最後那八多米 最後那八五米 才是說來到它衝 最後就是跑第三分 所以其實這隻馬上場是說 因為塞車 瘦了 影響了它上場的表現 但是這樣也跑到第三 所以我覺得這隻馬上場表現 真的認真不差 而且我覺得這隻馬 之前對著的那組馬 都是說實力馬來的 9月25日 跑這個三番千六米 對著的那組馬 都是實力馬來的 這隻 露露醒 我覺得它也是說不差的馬匹來的 露露醒 安重 露露爽 驚喜 安喻這些馬 其實我覺得都叫做一些不差的馬來的 所以隱形翅膀有一個這樣的表現 我覺得它真的不弱了 這隻馬應該不弱得去哪裡的 再加上 其實上場 它對著那些馬 都是接下來再對著那些 那些什麼露露所安 與信心之選 其實都會再跑的 而這隻隱形翅膀 就說贏過他們了 所以我以馬論馬的話 其實這隻隱形翅膀 在接下來這一場 都是說清先的 而且這隻馬 也是說排著一個漂亮檔 上場它排著一個十檔 都叫做被動 都叫做難跑 但是這次排著一個漂亮檔 如果是相當易當的話 我覺得它就是好跑很多 而且蘇紹輝這位騎師 都是說捉著這隻馬 不放手 繼續再騎 所以我覺得它隨時 就是想保重都不出奇 所以今場馬我們會選到的馬匹 選這隻4號的隱形翅膀 來試一試 看看它這次條件好了 會不會保重得到 好了 講完我們這條過關 買到哪三關之後 就來講我們的投注策略 這次我們會買到的彩詞 就是獨贏及位置過關 三川七的這個彩詞 用這個彩詞去買回 剛剛才提及到的那三關 就可以了 這次就是這樣買 如果大家同路的話 都不妨試試這條過關 在接下來的這個賽馬日 我希望大家一起贏錢的 我都祝大家贏多一點了 這條片就來到這裡 今天大家記得訂閱 按鐘仔 還有like comment 還有share我們的video 我們下條片再見 拜拜